张化县113年动员战纵集灾防汇报 第二次定期联席会议 14日在南国国小礼堂举行 县长王惠美担任召集人 中央灾害防救汇报里参议等人出席指导 会中进行民防人力支援军事作战作为 即战时灾害抢救作为状况推演课题 发生复合式的一个灾害 频繁是越来越高 如果如近期的凯米风灾 就造成县内部分地区严重淹水及损害 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国军派遣的兵力 协助执行我们的一个救难的一个策略 物资的运送以及灾后复原等工作 另外也随着国际地缘关系 那可以说是国际形势轨局多变 我们应该要随时提高我们的警觉 做好万全的准备 所以尤其是我们的整会报 事实上是一个联合作业的一个机制 让整个一个工部门 还有一个民间政府中央地方 还有国军灾害防救相关的单位 能够去做一个方向的协调联系 尤其今年有0403 海米台风 还有三国人台风的这些灾害应典 各些事实上透过这个汇报 都有证据它是给你重要的 去拍它的动员性 此次汇报是均证明协调联系的重要平台 传承灾防经验交流 提升全民总体战力 并由各参演单位实施兵器推演 强化各单位应变能力 落实各项动员准备及提升灾害防救效能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导 最后各位见rik 完不桃 到hes 近日 这 无 我们 出品 侲 里奋